就是他 美國現役海軍陸戰隊軍人 過境桃園機場 包包裡卻出現一袋子彈 一放就是40顆 通關安檢時被X光機照出 航警局趕緊將他攔下 仔細盤查 仔細看就是這一包 被裝在透明塑膠袋裡的子彈 打開來放在桌上清點 一共40顆 經過比對 原來是來福槍專用子彈 雖然是美國大兵 但怎麼會把子彈帶上飛機 安檢人人也嚇了一大跳 歷年來 台灣機場在過境市 所查獲子彈最多的一個案例 原來這名現役美國海軍 要從美國轉機回琉球營區報到 而這些子彈是自己在美國買來打把用的 但登機之前忘了把子彈拿出來惹上麻煩 美國確實是合法的 但是在台灣是違反的槍炮彈料 到這管制條例 我們依法還是要移送刑警隊來偵辦 美國大兵不小心把子彈帶上飛機 結果現在不但回不了營區報到 還得接受司法調查 目前桃園航警已經聯絡美國在台協會協助調查 今天中間台協會報到